大马国泰民安,人民风衣注食 这是榴莲台,我是马青教育局主任张胜文 榴莲弹头,我是顺仁 最高的,我是盈盈 好,今天我们的现场 榴莲台的电台现场来了好多的人,好热闹 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黄贡武先生 黄贡武先生是这个共创期第4.0的筹委会主席 另外还有叶国良先生 是马青总团青年创业局的副主任 还有另外一位是袁康凯先生 是马青总团青年创业局的副秘书 大家都好大阵仗都过来了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对,早上好 大家来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年轻人的创业而来的 对 大家明白我们今天的感受吗 改变,转左,创业,转右 对,主要主要今天是 认同吗 认同,非常认同 什么意思的,理解到是什么意思 有一种向左走,向右走的感觉 是有一种分水灵的感觉吧 就是说好像自己的决定应该向左还是向右 本身今天是来鼓励 大家三位都是来鼓励年轻人或者是青年们去创业的 本身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业的经验或者是比较心酸的地方 可以分享一下 我本身就是有创业这个经验 是我的公司是在2004年就开始创业了 所以国量你自己是有创业的经验 对 为什么会跑去创业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是跟人家打工的之前 我是在1997年到2000年就是毕业于这个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那时候就一直从事这个设计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做了很多设计的工作 在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广告的公司里面 担论这个设计师 所以那个时候呢 对我来说是非常压力的一个经验 非常大 因为你进到去广告的公司 你的技巧经验必须要非常的了得 你才可以生存下去 在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达到我的主管主要的要求 所以那个时候每一次都在被人做 去到上班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大的压力 就会被主管骂 每一次到了每当到了这个 这个星期的早上就是Monday Blue了 就想到哇这次我要上公司了 不懂又不会又被主管骂了 所以会有一直的心理的压力 就不断的心理的挣扎说 我一定要自己去创业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赶赶的去 去辞掉这份工作 就去自己去创业的起来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用了几千块的创业就可以创业了 因为我们做设计的是 用的这个资金是非常的短 是说你只要去买一些软件啊 电脑啊 还有一些扫描机 打印机就可以创业了 那个时候我是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的去找我们的顾客 从到了现在就是已经有十一年了 所以我的顾客那方面也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也是算是闯出了一个春天了 春天 所以你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一个行业里面 就是在你之前的公司里面待不久 你才有这个创业的这个斗志 你才自己出来创业 对 所以在现在的年轻人啊 或者是青年们来说的话 他们的斗志 你觉得说他们应该要怎么 现在的人啊 你觉得他们现在的想法 或者是现在为什么要原因 积极他们的斗志 我觉得每个年轻人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 千万不要气馁 而且必须要有这个正面的思考 如果你有正面的思考 他就会转为这个行动力 就会改变你的态度 然后你就会离开成功的路上就不远了 所以最近是不是还 我听说还有一个论坛呢 这个论坛是鼓励我们年轻人 然后怎样去创业 怎样去攻破这些难关 又怎样 特别特别年轻人所关注的一个点 怎样获得创业基金 这方面的论坛是怎么回事 我们请一下 龚吴先生是这个筹尉主席来说一下 其实这个论坛是这个星期日 26号在9点半 在马华公会13楼 其实我们这一次我们做这个论坛的主要目的是 因为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创业都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他们都不知道要怎样去踏出第一步 然后在踏出了第一步 他们不知道在从中得到什么困难 所以我们已经邀请了 那个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加门联锁的前总会长 就是他都过庭东 举生他们过来分享一下他 以前从什么如何去开始创业 然后直到 直到他们在创业的时候 怎样遇到那个困难 直到这样 现在怎么做到这样成功 现在在这个庭东 举生他也是 现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 都一直在给着讲座 来鼓励一些年轻人 继续继续地去创业 然后在从上半部 这个是上半部 在这个 纳都还是比较有社会良心的 什么 对 对 他曾经做过很多组织 组织的总会长 然后他现在也是 一个国家的特别大事 有听说过 纳都他之前是这个卖玉米的 是吗 对 他的故事可以想象 其实现在他还是卖玉米 但是只是连锁 店的玉米 OK 其实拿都他 多何年之前卖糖吗 拿都他以前 听说他以前 还没开始卖玉米的 他其实是在做着 这个 卖的玩具 有一天他看到 然后有一个卖玉米的 就在他家外面卖 他就想 哇 我的店那么大 我可以 顺便卖一下玉米 让可以进来 我的顾客 他们也可以卖一些东西吃 他卖玉米 他就开始了 他卖玉米的路程 他卖玉米之中 他就开始发现到 玉米很难保存 很难 如果我们要吃的时候 比较辛苦 然后他就想到 创出来 就是创出这个 一个杯子 将这些玉米放进杯子 他从中这里做了 做了一阵子 然后过后 他就 又想到说 他如果玉米 只是单单卖 他根本就 不能 赚大钱 所以他 就将这个 变成连锁 但连锁过后 他就要想到 要怎样讲这些玉米 去 推出去 这时候 他就讲 这些玉米 就 跑了起来 然后冷冻了 才运输出去 这样的东西 那本身南都能够 为我们青年人 带来哪些 资讯 或者哪些帮助吗 在南都方面 他们给我们 看到的就是 从 你要创业 你第一 要先专注 将你自己 打好你的基础 就将 你的本的资金 你本身的经验 打好那个基础 过后 然后 你就 从你 所有的 范围 继续在发挂 在 扩大 再慢慢 再从你的 本身 本身现在有的东西 慢慢再 扩大出去 就好像他 从哪里 你看 他从开始 他做了生意 然后去转去 做玉米 玉米也是 其中一个销售 他本来就是在销售业 他就继续做销售 但是从玉米方面 他又变成自己种玉米 自己种玉米来销售给他自己的 买玉米 然后从这里他又创了一个 就是种植玉米的 然后从玉米又再将它出口出去 然后又再将这些做成连锁店 然后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创业 从开始到到最后 他们都是很专注 然后在从中那边扩大 其实听着你说的很简单 但是也许实际操作起来 并不是那么太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了解更多 就星期日 过来我们的这个讲座 然后都会分享更多 他从中的经验全部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就是国章先生在这方面 创业基本上算是有一定的春天了 然后这个贡武先生呢 似乎你的创业 是不是也迎来了春天呢 其实本身我在以前在 在09年 就是马来西亚有一些 全世界的经济状况的时候 我也踏出那一步去创业 那时候就 那时候我其实在一个国际公司里面打工 然后过后 因为一些 全世界的那些经济状况 我就出来的创业 就踏出第一步 那时候开始就跑着销售 销售 然后慢慢慢慢也进入了 就跟朋友一些联合 做一些工程的东西 慢慢慢慢就进入创业 但是发现到 其实本身自己创业 你踏出那一步 其实并不难 但是当你守夜 那个时候比较辛苦 就是要维持的时候 对 要维持的时候 因为平常 你们要了解就是 打工 你星期 周末 你是不用去想那些工作的东西 但是 如果你创业 就算你周末 或者假期 你都要想 怎么去plan你的工作 plan你的这些销售 那会让你更多的收入 所以 结果的最后 你是迎来了春年 还是迎来了冬天 现在应该是说 在这些创业 终得到了很多这些经验 然后 所以 到了今天 终于 前一阵子 就有一些大公司 邀请我进去 做它里面的高层 所以这些全部经验 都是从这些 以前创业的时候 得到的 累积回来的 那是今年 所以年轻人 在这个十字路口当中 会有很多的选择 就是我继续创业 但继续创业 面对着很多的困难 但我不创业 有一个大公司 在请我的话 那我是放弃 现在的创业 还是跟着 那个大公司 大公司在做 所以在这个十字路口 还是 就是 每个人的选择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本身就是 本身三位都是来自 马华创业工会 马青 马青创业局的 在这方面 就是 能够给我们年轻人 在十字路口 加一把力的东西是什么 或给他们指导方向的东西 是什么 我是觉得 如果是你有一定的经验 还有技术 就是创业 其实应该要敢敢去做 任何行业吗 任何行业 就是只要自己有那个知识 或者是有那个斗志 或者是勇气的话 如果你的那个经验不够的话 你的技术不够 你去创业也是 也是很惨 也是 到回来也是 不大理想 所以你一定要有累积到 很适当的经验 还有技术 你才可以去创业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说 如果今天要来找你们 协助帮忙创业的这些年轻人 或者是青年们 他们是不是一定要 自己本身有一定特定的经验 或者是有一定的知识 才可以找你们创业 因为如果是 一般的 可能没有那么多这种方面 或者是任何方面经验 或者知识的人 他们想要创业 自己开始一个小生意的话 那可以找你们帮忙吗 其实我们的 Kojati 它是有一个叫做 机制学院 就是帮助那些人 他很想创业 但是他没有手艺 我们可以介绍他进这个 机制学院 去学习 然后去创业 再借这个贷款 所以这机制学院的一些东西 可以透露一下 是大概要学多久之类的 其实这个技术学院 在Kojati 我们给的技术学院 其实它有短期的课程 就好像一些化妆 美容这些 他们都是短期 最长都去到半年 或者是一年左右吧 然后他们会拿到一些 SKM 1 SKM 2 是比较详细的 你可以上 Kojati那边找 然后还有一些电子上的 工程的课程 这些全部都是比较说 技术 占70% 然后 30%是理论 这些东西 都是让你得到更多的 手艺上方面 现在其实我们的 也是在 我们马青也是在鼓励着 大家去练 学机制的东西 因为一直在手 就算经济风暴的时候 你一直在手还可以用到 无论是在创业方面的 精神方面的 还是在年轻人的 一技智能方面的 其实大家都考量到了 但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年轻人 创业的时候 没有钱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钱的问题 OK 我们Kojati那边 它有提供这个贷款的便利 然后是利息是比市面上比较低了 只是4% 那个是微型贷款计划了 就是我们这个共创奇迹4.0 有的其中一项的贷款的一个资讯 所以你意思是说 在这个论坛里面 有一个环节 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资讯 如何去贷款 就是下半部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 五花八门的世界里面 就是各行各业 都每天都有说 非常精彩的行业出现 就说因为我们现在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 然后如果我们讲 要如何去帮助 一些年轻人创业 其实那个范围实在是太大 所以我们就想到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面对资金的问题 所以我们共创奇迹 一直以来 都是在强调贷款那方面 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贷款有了贷款 然后你才可以去创业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具体贷款方面 相信很多的年轻人 都会关注这一点 他贷款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吗 是不是有微型贷款 是不是有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贷款 贷款的额度是怎样的 我就有什么的条件 我才能贷款 OK 其实这个我们有做了一些 之前我们有跟国家里 做了一些资料的训练 OK 其实我们国家里 我们有分成四个贷款 就有三个贷款 就比较大家比较普遍了 就是杜嘎跟ATOM 杜嘎跟ATOM 就是一个杜嘎 就是给一些找货店 如果你找货店要转型 你可以从这里 拿一些贷款 帮你转型从以前的找货店 然后变成现在的小型市场 OK 有类似上连锁的吗 会变成连锁的那一种 就是杜嘎的这个 他也不是算连锁 就是一间变回一间 就是正级而已 他就讲一间变成 变成比较现代化的小型市场 然后ATOM也是就是 就是一些 给这个 人家做那些修理汽车 他们转型去变成 比较有advanced的那些机器 接下来就是小型 我们最近 我们国家里一直来有的 就是这个 1MCA microcredit scheme 这个也是一个其中小的贷款 一个马华青年违行货款计划 这个最高 它去到50千 就是5万块 然后接下来最新的 就是最近才推展出来的 就是SME loan 就是中小型货款 这个贷款 这个最高可以去到200 200千 200千就是20万 那么我们的年轻人 具备怎样的条件 可以申请这个贷款 任何人 只要你有一个 你打算创业 或者是你已经有一个行业 就算少过三年 或是已经在走着 你在遇上资金的问题 你们都可以来申请 就不需要任何 我背景上的条件的 还是希望我的存款里 有多少的数额 才能带这个款 这些存款方面是没有 但是你必须要有担保人 担保人 那马卿创业局 能不能为青年人做担保呢 其实他担保 他有一定的限度 就是说 如果你的担保人 一定要有 你的薪水要多少 这些东西 这些比较详细的 你们可以上 我们的国家里的网站 download一些 他们问答 或是来现场了解 或者这个星期日 过来现场 来了解我们这些贷款 你能不能再给大家 介绍一下时间地点 然后主管 这个微型贷款 讲解人是谁 都可以 因为我们人比较多 所以 我们这个工创奇迹 是在这个7月26号 时间是9点30分 到12点30分 在马华大厦的13楼举行 所以当时候 我们会提供早餐给各位 而且是前面的100名 报名则是免费的 对吧 其实它的意思是讲 全部是免费的 只是我们有100个位置罢了 作为有限 然后最新的这个统计 就是说昨天 最新的这个 我们的统计就是说 已经有90多位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虑着 因为反应非常热热 所以我们在考虑着 可能会扩大 可能会做到百多个人 看那个反应怎样 我们才在做打算 就是这个在星期天的一个活动 所以话外提了 然后所以你们没问这些 想去听讲座的这些年轻朋友吗 是不是改变转左创业转右呢 我认为年轻人现在应该要赶赶去创业 因为年轻人输得起嘛 输了就再爬起来 也对赞同 慷慨先生 你自己本身有创业的经验吗 基本上呢 可能是我考虑比较多了 你考虑比较多 很多人都说 可能你输读的太多 然后就考虑的比较多 头脑可能坏了一点吧 一般的青年 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 不敢踏出第一步 是 其实呢 自从毕业了过后呢 我就在一家日资公司上班 然后呢 到目前为止还是为打工一周 然后就在九年的时间呢 爬上了这个 现在是在美资公司当个主管 然后呢 我是认为呢 年轻人我们就算是要创业 不是贸贸然的 就是跑去创业那样子 除了就是第一 有了知识 技巧 胆量 这些是必备的 但是第二个就是说 risk management 风险 危机 风险 如何自己去 这个衡量 还有自己去管理 因为呢 在身边呢 有些 在就是就如以前 有一个例子嘛 然后有个朋友 一些朋友就是说 不如我们就合作 开个洗车店 还是什么的 然后既然是 连这个成本啊 还有这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我们叫ROI 就是说回酬啊 什么都不会算 那么你说我会投资吧 但是遇到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创业 第一 我们是要有这个 踏出这个第一步 如果是在七八十年代的那时候是 只要你肯走出去 就有路 只要你肯创业 那你就肯 你就可以就是说 踏出成功 所谓成功的第一步 但是现在 是由一个年代转去 另一个年代 由这个普通的年代 我们叫Ordinary Century 然后已经转去 East Century Electronics Information I Century的这一个 试剂 有些甚至在 网上购物啦 这些电子商务啊 什么奇奇怪怪的 这一些比较 advanced 比较先进的 这一些行业 都已经在出现了 那么在创业之前 我们要有一个 这个很强的 这个assessment 就是说 你要怎样去衡量啊 怎样去 去了解 整个你该创业 所需 所具备的知识 跟条件 当然 我们 我也是在等着一个 这一个机会 找得对了 找得对了partner 然后呢 当然我会踏出这一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创业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是自己 贸贸然的跑出来去创业 为何 不去考虑一下 这个retail 或者是这一些 franchise 这一些 连锁的 这一个 模式呢 所以我说 这个星期天的 这个节目呢 我是觉得 这个不只是 给年轻人的一个平台 一个桥梁 那么我本身自己 身为一个筹委会的一份子 那我当然 我也是很想去听 去了解这个行业 到底是怎样 然后到底是 有没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现在都是 还在寻找着 这一个机会 该如何去做 顺便提一下 好像这个 青年创业局 刚才你们有问到 就是说 能带给年轻人 一些什么的 这个知识啊 或者是帮助啊 现代的年轻人 对 我们将会是 成为一个桥梁 怎么说一个桥梁 就是说 我们能 就是说 年轻 年轻朋友们 如果想要创业 可以 就好像inquiry 就是说 跟我们询问 咨询一下 咨询 然后我们是 成为一个桥梁 是把 有关部门啊 还是这一些 有关的心虚 传达给他们 包括刚才所说的 这一些贷款之类 我们有 还有一个SAME 最近呢 是在首相署 首相署啊 这个啊 这个部门的 然后呢 执行长是 辅策群啊 先生 然后呢 当天我相信 他也会来啊 主持着这一个 这一个讲 讲座 关于到SAME的 这个论 然后上面 还有另外一题 除了创业 还有就是 啊 马青总团 在这一个 啊 张胜文总团长 上议员的带领下 成立了一个农青社 就是鼓励 年轻人 加入这个啊 国家的这个 好像啊 农业的 这个建设 然后成立了 这个农青社呢 呃 成为 corporation 这个合作社的 这个会员呢 那么就是说 呃 出了一份力 然后呢 就是他们会去 进行很多的 这一些 agriculture 这个农 农作 农舍的 这个 这个啊 活动 因为我们也知道 人口在增加 粮食在减少 那么这个 这方面除了就是说 带给年轻人 新的一个 green 清 我们说green 环保的 环保的一个 呃 行业之外呢 呃 一个创业之外呢 那么也是为着这个 呃 粮食的增加 做准备 粮食的增加 做准备 是 就是说 人口在增加 粮食在减少 那么如果鼓励多一点 年轻人往这一个 呃 农作 农作 这个农作的这个 行业去发展的话 那么就可以增加这个 呃 食物的产量啊 或者是 这个呃 green 这个 环保的这个意思 年轻人响应吗 都是现在所看的反应 都挺不错的 很多的 这个农青社呢 都很 呃 就是说 已经不断的 涌入 加入 包括我们自己 嗯 也加入了 如果好像 有谁想要了解这个 农青社的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操作还是怎样 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 马清总部 来做这个询问 马清总部 如果是 能轻社的会员呢 意味着我能够做些什么 或者我会回乡 种田去 哈哈 对 不是不是 如果是说 回乡 种田去呢 如果有快田 我也应该会 该回乡去种田 在城市的压力太大了 问题是 你没有快田 结果我没田 哈哈 生命密码厂 小宝 你怎么了 今天和同事吵架了 为什么 同事啊 在老板面前说我的坏话 让我不小心听到了 当场我就火大了 和他互骂了起来 公司中的人事关系复杂 如果他不说你的坏话 那他怎么能上位呢 在这个时候 自己真的要变强大起来 我来到录音给你听听哦 你不要认为 你明明有无数个明天啊 你要把这个生命 就是正言法师说的 过秒关 这一秒你能够认知 能够到位 你就到位吧 你千万不要奢求说 这明天再说 今天还想不想通 明天再想一想 看你讲对不对 再说 你现在可以想通 搞不好明天就一个机会来了 明天就 早一早就有人打电话给你啊 那那时候你说 我还没想通 等一下再打来 结果就走了 所以 你都已经笃定 这样子的智慧 随时与你长相左右的时候 你会发现 由你的智慧 变成你的能力 开始 好像有无限宽广的 绵延的空间 那么那个时候 我问你啊 所有公司很好 大家在勾心勾脚 在争什么 争进阶吧 所以 大家无所不用其极 都在想 怎么把对方给 卡掌 觉得自己才会上 所以 用错方向 所以就经常 落入因果的方式 去做了害人的行为 是不是这样子 当你知道 你自己已经有这样的潜能的时候 你还怕他会超越你吗 他会超越你 你就祝福他 他或你 谁出头 都好 但是你千万不要 总认为只有你自己出头 你也没时间管他 你就管你自己 把你这样子的能力 一下 jump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还不是你 你不要别人出头 是因为你太优秀 太容易出头了 你会发现 这个进阶 容身呢 就一直上去 我们就回到了 这一个 这个创业局 这一边的这个活动 就是共创奇迹 这个活动 刚刚就是提到了 这个 现在我们也知道 很多人在网络创业 就是网络创业 也在竞争着 很多的一些行业 比如说在网上卖东西 刚刚这个 康凯先生提到的 在网上卖东西 那如果是这些人 想要从网上这边创业的话 可以不会去找你们 你们这边有提供 这样的咨询 或者是提供 这样子的贷款吗 因为 就我所知的话 网上创业 应该也不会 用到太多的 太多的钱之类的 可是 会有这样子的 咨询的工作吗 你们有考虑到 其实马青总团 在前几个月 已经刚刚设立了一个 叫做电子商务局 就是跟我们的局 是没有关系 他们是 fully concentrate 在电子商务的 online shopping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局 他去负责 所以那边是有 所以这个完全是 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 如果在这方面 需要一些 资讯的话 也是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会帮你们 link来这些 接下来这些人 给你 拿一些讯息给你们 所以现在其实年轻人 除了这个 就是创业资金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吧 还是有创业项目 创业项目 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创业项目 作为我一个主要的创业项目 他既投资很少 回赢很大 而且呢 也许他面对的困难也很少 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 刚才我们通过几位 包括 康凯他也说了说 有一个青年的农 农什么局 农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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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隐含着 什么样的创业机会吗 然后或者是刚才 顺人所说的 这个网络上的创业 有什么样的机会 或者是本身的 马青的创业局 能够给我们年轻人 提供哪些信息 包括创业项目方面的 我是觉得 这个电子商务的创业 其实是蛮好的 因为他的那个资金非常低 因为你必须要开店 但是很多人 他往往没有想到 他把他产品放上去 就以为有生意了 所以千万不可以这样子想 首先我们的 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一定要有创业 如果你没有创业 不是说你摆出来的东西 就可以卖出去了 比方讲如何的创业 你在设计那方面 设计到你的东西 非常有创业 然后你寄给顾客 他没有想到你的东西来到的包装是这么的漂亮 所以他会有一种归宿感 会回来找你 所以创业那方面 我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去学习 所以据我所知 就是刚刚 从刚才的谈话到现在 郭亮先生 我觉得你的想法是说 一个人他自己本身的素质 他的经验 他的这些知识是很重要的 自己要有实力才可以去创业 以我看出来 你是这样觉得一个人要有实力才可以去开始创业 可是我觉得外面的很多的青年都会很迷失方向 可是又想要创业 可是好像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那他们可不可以真的是 找不到项目 怎么办呢 所以你可以回去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像我本身 其实我回来这些 这个公司大公司里面在做高层 其实我还在学习着 我将来有一天会在 在我这个领域再发挂出去 再将我行业再重新 起业回去 你未来有怎样的一个自己的创业打算 其实我现在我已经找到我自己的方向 本身 因为我本身在管理层比较强项 所以我将会在管理我这个工程跟建筑方面 会向自己去做 所以未来会有一个自己的公司 这个是我的自己的plan 这五年十年过后的plan 但是现在还在学习着 因为毕竟你要做一个行业 你必须要懂 你要有一个方向 如果你没有方向 你可以回去做一下工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学习最多的东西 然后过后从那边出去创业 因为毕竟都是你的自己本身的强项 就好像果良 果良 他们他本来都是设计的 他所以他在自己最强那边 一直在发挂出去 这是我们鼓励年轻人 如果你没有方向 你就要 你就要先找一个工作 自己要喂饱自己先 就算你喂 如果你不喂饱自己 你要怎样创业都没有用 因为你一并一定会 在种种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现在如果是一个年轻年 他们是有自己的打算 还是他们需要借助一些贷款之类的 他们去找马华 去找马青这一个创业局 然后他们参加这个活动过后 他们是不是 因为你们之前谈话的时候 是有说到可以咨询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 创业的时候 可以帮助协助他们帮忙创业 创哪一个行业 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一个一个青年 他要创业的话 他找你们 你们就可以帮他们安排妥当了吗 就是贷款这一方面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要开店也好 我还没找到 是怎么样一个形式 我就有一些困扰 我是年轻人嘛 我也想创业 然后首先我就想 我应该哪方面创业 只要我有了目标 我才知道 我要去找马青 从哪方面 才能够给我提供帮助 这方面我不知道马青创业局能不能够可以年轻人提供一些创业项目的帮助 可以提供我们什么 我们可以创业的话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就是你们可以提供我们做些什么东西 在这方面呢 我相信呢 会有两种人来想要 就是要自己创业的 第一 他是已经有自己的概念 第二 就是说 你完全 就是说一些就完全根本没有概念 我只是想要做老板 我什么都不想干 我只是想要做老板 你可以帮我做些什么东西 对 然后这两种处理方式 我觉得是第一种 他有 他已经有概念了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的 那么 请把 这一个计划书 交上来 那我们 可以啊 帮忙给一些guidance 一些 这些 指导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一方面 能给一些信息 让他如何的去 顺利的 就是说 接到这个贷款了 那么关于到另一种 就是说 我只想要做老板 我什么也不想干 我也不懂我要做什么 你能叫我写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能给的资讯 就是说 在现在的社会 有各行各业 一些 我们的这一些 好像马青里面的专才 谁有的一些 就是说 在那 一个特定的行业里面 有一些知识的 就是说 尽量给他一些information 就是说 资讯啊 让他回去 再自己考虑 适不适合 应不应该 该不该 如何 去制造 再来创业 但是在 个人的观点上面呢 我是觉得 现在很多人 都很想做大事 每个人都很想 做大事 就是说 哎呀 那小事情 曝光率不高的东西 那我完全都不去动 可是有没有人想过 能不能把小的事情 做得越细腻 做得越完美 因为我 我本身就是 这一种 这一种所谓的怪人 那我不管是 好像在公司啊 什么呀 我的这个主管 那些以前的主管 把东西给我 大大小小 我都是 想办法 把它做得最好 把它做得最细腻 因为 当你能把小东西 做得最细腻的时候 那么 你不怕 你不没有做大事的一天 所以这个心态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环节 好像现在 很多的就是说 身边我所接触的 就是说 Fresh Graduate 就是说 在英文我们叫 Fresh Meat 新鲜人 新鲜人所谓出来 就是 我要创业 我什么不干 但是我能做些什么东西 那么首先 他们 已经从心态那一方面 走出来 就已经是 已经是不是 很对的一 一个想法 那么首先 你要去创业 你自己想要干些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的定位是在哪里 你的思维的 这个成熟度 是在哪里 而不是说 今天你走出去 好像五六十年代 在科技部发达的时候 你摆个档口 卖个云吐面 都可以把孩子 拉拔到大学毕业 这个是我所看到的 在六七十年代 在一个小乡村的地方 卖云吐面的 可以把孩子 送到Monash 或者是一些 名牌大学 毕业出来 但是现在可以吗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很多的这些时事 或者是一些 好像 卖云吐面 都有种 Franchise 好像卖 面食 饭食 什么 就好像我们现在 所熟悉的 面对面 什么之类的 这些 连锁快餐 这些连锁店 什么之类的 那么再摆个档口 在卖云吐面 还可以吗 还可以 除非你真的是 做法不一样 或者是 该有什么idea 或者是什么的方式 来吸引 现在这个年代的客户 所以我是说 心态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两种人 一 就是 有计划 有备而来 二 是模模糊糊 模模糊糊的 真的是需要 从这个经验方面 或者是思维方面 去下手 自我争执 才来想创业 在马青创业局这方面 是不是含有一个项目 包括连锁店的项目 其实不是说 其实在连锁店 是对我们 最近创业局 我们所研究 就是 很多年轻人 他们都想创业 但是他们都不懂 他的方向 可能他们不法 是向连锁店这方面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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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 寻找他们的 机会 所以我们 在马青创业局 我们 最近我们也联系了 这个马来西亚连锁店工会 而接下来 我们会跟这个 东南亚的连锁工会 接下一下 看看有什么 任何项目 比较低 低 资金 然后 可以创 给年轻人去创的 一个 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 如果在连锁店方面 连锁店方面 他们这些年轻人 他们很多 他们根本不需要去了解 太多那些经验 行销的东西 行销的东西 这些都有连锁店的 Master Fentral 然后他们只是要一些资金 跟他们要自己 要做一些 贷款之类的 然后 所以就是从 如果是连锁店这方面的话 只是要得到这个贷款 然后向你们自己咨询 这个关于连锁店的东西 他就可以直接 可以拿到一间连锁店 然后开始营业 营业 这样的意思吗 他可以跟我们 寻找咨询 我们会将这些资料 看有我们所知道的资料 再给他们 或者是有谁 他可以去询问的 然后毕竟很多 现在在这些 加门连锁店的工会 他们做了很多这些 他们都是这些的权威 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些 他们的资料 把给这些 他们如果需要创业的人 让他们有一些 那些讯息 懂得如何去找这些创业 然后其实在现在 在市场方面 在我们的基隆盟 基隆盟应该是最多 很多是行销 加门店的 他们自己的一些讲座 不妨可以多点注意 去了解一下 就像好像很多 他们都会做一些 要加门 他们需要什么资金 需要什么一些条件 这样的东西 那么就是年 或者是有一部分的声音 是这么响的 就是在马来西亚 年轻人 似乎他留不住人才 很多有人才 人才外流的一个现象出现 然后是不是 我们也在怀疑 大马的政府 在有一些政策 在真的是鼓励 年轻人创业 还是有一些政策 在限制年轻人创业 让他们不得不去外国去谋生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马来西亚政府 他们其实 做了很多政策 在鼓励着年轻人去创业 所以你看好像 我们马来西亚只是 现在我手头上有的资料 最少都有五个 六个部门 他们都已经给着 肯给着这些资金 这些资金是拿了 不用还的 这些资金 好像SME Corp 他们也付了一些资金 然后MOTIF就是我们这个科学与环境 这个资讯这个部门 然后还有这个MATRIC也有 然后还有这个MTDC MTDC是一个 也是马来西亚的政府的一个 关联公司 他们也付了一些这种的 那种Grant 就是Grant 他们给这些年轻人 如果你有比较创意的资讯 创意的那些idea 你们可以去propose 给他们 他们会将这些Grant 拨给你 那有特定的条款说 这个拨给你的这个钱 刚才你说是不用还的 但有没有特定限定说 在几年之内你的业绩 或者是你的 对 不同的Grant 他们有不同的里面的条件 就是有些要你两年 就我要举一个比例 就是这个 昨天我看到这个 MTDC他们出了一个 叫business start affirm 这个他会在 你要给他们一个proposer 他们要你这五年里面 他们会分期五年给你 然后你要五年里面 你要看到你的成绩出来 然后你一直要做一些 report 这些的 呈给他们看 你所做的进展这些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marche marche 他有的这个Grant 是鼓励一些 你现在本身有的生意 你打算要销售出去外国 或者是你销售在本地 如果你去参加一些 好像一些conference 一些fair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们 claim回这一笔钱 所以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应该从哪能够得到 这方面的具体的信息 这方面的信息 在我们首相署部长的下面 有一个部门叫SAME SAME 他们已经有一堆人 就是开始在这些资料上面 他们做一个资料的寻求 如果你们好像有 那些年轻人他们需要创业 如果要得到一些方向 可以去执行他们 或者说我们直接 可不可以到 马庆团业局找你们 这个星期日过来 因为他的执行 总执行长会过来 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这个SAME的这个 总执行长 他会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对 这个SAME 刚刚就提到了 一些贷款的问题 这个共创企机 他这里是有提供 几个贷款的一些项目的 其中包括就是 刚才提到的 Kojadi 还有这个SAME贷款 这些贷款 还有一些微型贷款 叫做什么 就是这个 Micro Credit Loan 这些之类的贷款 那这几个贷款 又有分成怎样的吗 就是为什么 又有那么多贷款 然后又分成几种 不同的贷款 是不是有特定的行业 或者是特定的 数额不一样的条件 这个微型贷款 就是Micro Credit Loan 它的Maximum的 那个Loan 是去到五万块 之前是两万块 已经提升到五万块了 然后这个SAME Loan 它的Maximum 是去到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块 所以它的年龄 二十五万块 是可以去到六十岁 贷款者是六十岁 那个Micro Credit Loan 是四十岁 它的分别是这样 所以它就与年龄限定 它也没有 不是这么说 比方说你刚创业的 你可能资金用到不是很多 因为你不可能一开始 你就把整间店 装修到很堂皇 要用到很多钱 所以就是借这个Micro Credit Loan 就是Maximum五万块了 所以这些Loan 是刚才提到的 都是四百千的利息 四百千利息 对 所有的Loan 都是你们 然后Atom还有Tuka 就是三百千 如果我们自己去贷款 这个银行的这些利率 是多少 银行的利率 我们其他我们不方便 透露 其实我们那方面是 Micro Credit Loan 是四百千 Atom还有Tuka 是三百千 要比外面要平 要低 对 如果我们 我们看这个外面 这些银行 他们有给这些Loan 好像这些SME 银行 还有一些 不同的银行 他们都很多 他们都有 博外这些SME的Loan 不同的银行 他们有不同的利息 分别从 几巴仙 到十多巴仙都有 所以他们都 他们来自 他们以不同的领域 去分析 然后会给你知道 他们的利息 去到多高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想问的 是关于这个 要创业的人 因为 我们一般想到的 要创业的青年 都是一个人来 来询问的话 如果是今天 有两三个 一起要来投资 要一起创业 开同一间店的话 那这个方面 是怎么样去做的 你说的是 两三位 他们一起来 是各自的来呢 还是是 就一起来 他们有同样的理念 想要一起创业 他们几个人 共同创业 其实我们就好像 就在这个 也没有鼓励 这一个方面的是吗 也是可以啊 那好像是 可能是今天过后 我们三位 那我们就想搞 搞个这个连锁的 好像我们去卖 popcorn也好啊 还是去卖一些 食品也好啊 也是可以啊 但是这方面 就是要看他们的 这个生意上的模式了 好像我们三位 加在一起 那成立的一个 可以是 Sendrianberhut 一个有限公司 或者是 partnership 和伙伴 或者是 我们要各自 soul proprietor 就是各自的 这个生意 那么当然 我们先要去了解 他们是 他们要成为的是 怎样的一个公司 那么是属于一个 私人的 私人有限公司呢 还是 soul proprietor 独立的 个人独立的公司 还是伙伴性的 生意呢 那如果是 这三位 能在 就是说 要做同样的东西 那么如果是 要各自的也好 或者是partnership也好 那么是 这个决定权 是由他们自己 做决定 那我们只能在 从这一方面的资讯 给他知道是说 如果你们三位 是朋友 又是认识 想要做 想要做同样的生意的话 那么有三种方式 就是就如刚才所说的 私人公司 伙伴生意 或者是个人生意 那这个决定权 还是在他们的手上 好 最近有一个实例 有一个创业的年轻人 前几天 也到我们的榴莲台 来做客 他所讲的 他自己的创业的 一个经历 他创业的项目 叫Apps 他主要是Table Apps 就是点餐的一个Apps 这是他的一个创业项目 同时他说 这个资金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国家那边的 一个创业项目当中 获得了十万令吉的 一个创业资金 然后过来创业的 不过现在他的生意 还是比较蛮不错的 越来感觉上 越来越上证道了 似乎现在 年轻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他这个项目的选择 也是很重要的 包括现在 尤其是从台湾留学回来的朋友们 他们对电子商务 或电子这方面的东西 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我们的市场 似乎这方面的需求 也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或者有什么感觉 或者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些创业项目 可以就是分享的 其实我昨天有出寻了一些资料 在这个MTDC 的这个他们给的那些一些 一些grant里面 然后我发现到 其实最近这几年 马来西亚的政府 他们也播了很多这些grant 给超过整百间公司 是去创他们的一些业务 然后我所看到 好像说这个 Business Startup Fund 只是去年 他们已经播出去了 都七间公司 都得到他们的一些 只要他们的proposers 写得不错就好 然后最重要就是 他们的方向对 然后他要有那个 守夜的态度 要恒心 不是说你一拿了钱 你什么都不做 就等那个钱进来 是 这次周日的这个论坛 假如我去听的话 然后听完之后 我能够获得一些 什么样的讯息 我能够得到一些 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当天我们的这个活动 除了就是说 我们可以说是 One Stop One Stop的Information Center 然后就是说 在当天 大家可以了解 甚至可以当作是一个激励 创业 而且这方面我们是 关于到这个连锁 连锁的这个Franchise 的同时 我们也有提供这个贷款的 这一些信息 那么当然要Further Understand 或者是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 可以当天询问我们的 我们也会把你们带到 有关人士那方面 然后去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询问 然后也就是说 在这一个活动里面呢 我们除了制造了 这个创业的机会 资讯 让大家了解这个创业的 这个资讯 机会 还有甚至贷款的 这一个信息 所以在这个 我觉得在这一个 星期天的活动呢 是一个很Valueable 很有价值的一个 一个活动 就是说 有心要创业 你来除了了解 资讯 市场 还有项目的同时 还有能了解 资金 你如何得到 和贷款之类的 信息 确实是很丰富 同时我还能认识 很多其他的年轻朋友 如果有共同医院的话 可以作为partner 一起创业的 甚至一些 好像可能成功的企业家 也在参加 也想多了解 因为毕竟 很多人都想要听 这个郭廷东 所分享的 他的创业指导 创业指导 对 为什么很多人 想听郭廷东先生 其实郭廷东 郭廷东他本身 在很多的组织里面 都有做过总会长 他毕竟他之前都有在 这个马来西亚 国际青年商会 这个JCI里面 做过全国总会长 在199多年的时候 我们很多这些 从JCI出来的 那些一些创业家 他们都很想知道 这个郭廷东 他如何去 他发展到 他的生意这么大 然后他的 从中的 遇过的困难 这些东西 当这个星期日 他才会多一点来分享 好的 我们就是知道 在星期天 这一天的活动当中 就是有 这个 郭廷东 他们会分享 他的创业指导 给大家知道 在创业的时候 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准备 你要面对 什么样的风险 你要怎么去应对 这些种种的问题 还有包括 这个创业这一边 你除了在 建立好自己心态以外 你还要需要一些资金 那资金这一方面 你要怎么去得到 一些贷款的话 这个活动 也会给大家知道 你可以怎样得到 一些什么贷款 什么贷款适合你 什么行业 什么贷款 又适合你要做 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这一边 你可以去咨询 在我们的活动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 接近尾声的时候 大家还有什么 要补充的吗 三位 最近我们也是有 跟这个 MATRE的官员去合作 他们有很多 很多的活动 他们的活动 有包括一些 讲座会 分享会 包括的这个就是 科技的分享 新的科技的分享 然后的 还有一些商机的分享 电子商务的分享 以及其他其他 所以我们会积极的去参与 然后希望可以带到去 下一场的工创基金 下一场的工创基金 这是系列性的吗 其实我们工创基金 是做了三次 三次都是不同的地方 第一次是在马华总部 第二次是在楼佛州 第三次是在彭亨州 然后第四次 我们又倒回来 这个HQ 因为这个我们 有一点改变 因为我们前面 那三场是做GST 因为很多人 都不了解GST 所以那时候 那个时候是非常 Hot这个topic 所以我们前面 那三场都有GST 首先我们拿掉了GST 我们就换去 这个DATO3 郭亭东的 这个创业分享 希望可以带来 正面的思考 给年轻人 是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给大家再提供一下 这个论坛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信息 它的时间是在2015年 也就是今年的7月26号 也就是这周日 然后它的时间 是在早晨9点30分 到中午12点30分 然后它的地点 就是在马华大厦13楼 然后如果有意的青年朋友们 想报名的话 请联系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22033866 再念一遍 22033866 在这场座谈会当中 大家会听到 两位主讲人的一个分享 一个主讲人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拿督斯李国亭东 会给大家就创业方面 进行一个知识性的分享 另外的一个主讲人呢 就是SUM的总执行长 是福特勤先生 他主要是在贷款方面 给大家做一个指导性的一个说明 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tips 就是早餐是免费的哦 对 当然了 这个位置是有限的 刚刚也说到 这个反应很热烈 已经100名的位置里面 已经90多名 现在在考虑着 要不要扩大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场地 这个位置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年轻人 或者是青年们 只要如果你觉得你有斗志 你有这个创意的话 你可以不妨去参考一下也好 今天这个星期天 花一点时间 才几个小时 你个讲座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吸收一下 或者是教一下朋友 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起再交流一下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接近到了尾声了 跟大家说再见吧 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各位 我们年轻人一人一句话 作为我们的结尾 年轻人 focus 然后向前冲 向前冲 年轻人 一定要有信心 然后 态度一定要正确 然后 你的成功路上 就不远了 我们只说一句 你说了三句 OK 可以的话 那么就从 impossible 度 I am possible 从不可能到 我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耐克的宣传语 OK 对 我们现在的青年 就是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态 大家要 从不可能变可能 要有自己 自己真的是要有一个信心 去创造一个奇迹 自己的生活 自己还是要去做主的 我们的节目 今天就到了尾声了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 再跟大家天马行空 拜拜 谢谢各位 谢谢 拜拜